第4817集 神徒宛儿这话已出 倒是让叶晨陷入了沉思 江城子曾经与他说过 修罗魂道的秘密就藏在神徒家族 需要他自己前去挖掘 而现在 神徒宛儿却与这修罗魂道有所联系 很难让人不联想 如若想要补充体内的轮回圣魂天 寻找轮回魂之道 是必经之路 神徒宛儿似乎心有所感 他的目光扫荡过后 最终停留在一处黑暗中 小时候 娘亲曾经告诉过我一种 秦鬼神的方法 可在保命时候用出 但我还没有真正的实践过 现在所感受到的这般气息 与秦鬼神的时候一模一样 神徒宛儿缓缓说道 少年时期 娘亲曾经特意将神徒宛儿拉到过一处黑暗森林 那里鬼气缭绕十分害人 而且遍地都是枯骨 臭气熏天 简直要让人窒息 万儿 万儿 你要记住 若非生死关头 绝对不要使用刺法 如果你在家族当中遇到了危险 便前往后山的近地深处 施展刺法 记住施法时 一定要闭上双眼 直到耳边的风声消失了 方可睁眼 你一定要沉住心 不要被外界所干扰 娘亲的叮嘱还历历在目 那时候的神徒宛儿 贪玩冒进 在黑暗森林学得此法之后 随心生好奇 一个人来到近地边缘 偷偷施展此法 当时的她 闭上双眼默念咒语 很快耳边就响起了一阵 呼啸的风声 犹如鬼哭狼嚎 十分凄厉刺耳 神徒宛儿强咬着牙 继续施法 她本想施完法后 看看到底会出现什么东西 但忽然间 想起了娘亲的主妇 当时的她年少气盛 长卫越是说什么 她越是要反着来 因此她违背了母亲的嘱咐 睁开了眼 想要一探究竟 可说时迟那时快 在她睁眼的那一瞬间 仿佛被什么尖锐的物体 给刺中了 眼前一黑 剧烈的疼痛 从视网神经 传至大脑 令人浑身发蝉 她发出了极为凄惨的尖叫声 自此晕倒过去 等到再次醒来时 她的耳边 响起了娘亲的声音 但那时候 她已经看不到了 双眼被不蒙着 还有一堆 黏糊的液体渗透出来 令她感到无比恶心 娘亲询问具体情况 她刚开始不敢说真话 但是娘亲的语气冷下去之后 她才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 于是便将事情经过 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若是按照惯例 娘亲应当会将她 拎起来暴打一顿 可那一次 娘亲初期的沉默 过了两久 她才柔声开口再次叮嘱 经过了一回的教训之后 深途婉儿哪里 还敢动用此等禁术 干脆尖默其口不再多言 将此秘密永远埋藏心中 没想到今日至此 感受到了莫名的熟悉气息 听完她的讲述之后 众人又惊又疑 站在一旁的叶洛尔 此时也插了句话 深途婉儿所修的武道 我以前似乎也有所耳闻 那是天鬼之道 叶晨并不是太上世界的人 因此不曾知晓 天鬼之道是何等存在 不过叶洛尔与深途婉儿 差不多 同样在太上世界待了许久 更有天女的帮助 对此自有分享 天鬼之道 接近鬼域边缘 融合当中的鬼森之气 变得极为恐怖 或许 你是被鬼于当中的 恶魔给缠上了 对方刺瞎了你的双眼 却没能进入你的灵魂 叶洛尔缓缓说道 这种鬼 他曾经也见过一只 那是在极寒之洞 太上世界的荒凉地带 便有神秘的生物生存 或许是这样吧 不过自那之后 我便再没有 多用过此等法术 直到前来此处 难道 其实因果吗 还是说 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神徒家族 注定要和轮回展燃 不打算继续多想 神徒往而闭上双眼 意识沉入脑海 那阵深深鬼气越来越近 黑暗的地底裂缝 无声无息 十分寂静 岩层的边缘处 似乎还有水珠地下 他曾经听娘亲说过 这寝神之术来自于 幽冥地狱 心怀歹念之人 在那里招隐鬼魂 那时候的他 太小不懂此法 没有意识到其中 旧有修罗魂道作祟 而且迷雾重重 天机都被掩盖 更是无从下手 之后便只能不了了之 忽然间 神徒往而双手 何时心念一动 他所结出的阵印 乃是寝神诀 可以推演因果 演化苍生之道 多年以来 他都未曾动用此法 不知此次 能够支撑多久 深度晚而轻声呢喃 纵读着娘亲 叫给他的寝神诀 下一刻 这处裂缝当中 陡然传来 凄厉的咆哮声 如气如素 尖锐刺耳 孙叶荣与叶洛尔 也动用各自的手段 形成防御阵法 夜晨召唤出愿望天星 陈碑包裹周身 黄金战甲覆盖开来 随后他开启了轮回天眼 在这轮血色目光的扫荡之下 他见到了离奇诡异的场景 悬崖的底部深处 实际上雾气重重 毫无任何生机可言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难道是仙境 亦或者说 有人轮回布局 引自己进入其中 若真是如此 对方的等级 必然比羽黄谷地还要强大 不过夜晨也不相信会是这样 他们几人穿过这些迷雾 继续往前走 终于 他在一片山巅 见到了某个模糊的人影 那人覆手而立 气宇轩昂 却站在一堆死人的 白骨与血肉上 仰头看着什么 一看便知 实力深不可测 此人又是谁 夜晨迈动脚步刚想上前去 但走了几步之后 他便停住了 迷雾重重 黑影环绕 夜晨看过去似乎冥冥之中 那样东西是真的 身头宛儿吟诵着口诀 念咒的速度越来越快 与此同时 他们周围的风声 也是骤人呱响 越来越剧烈 诶 这是什么 孙叶蓉有些吃惊 站在她的位置 可以看到侧方的部分场景 传说中的鬼之领域 要出现了吗 夜晨心念转动 而后拿出了愿望天星 星辰点点 朦胧的星光 扑洒而开 汇聚成一条通天之路 向上攀爬 星光所过之处 黑雾消散 光芒呈现 闪烁的星光照耀不停 贯穿了整个黑暗裂谷 为他们带来了光明 除此之外 还有一条 五彩斑斓的锦里 仿佛是从仙池中 跳出来的 极为活跃必真 鱼尾一甩 藤月万空 彩色流光溢出 让人满目惊叹 天仙锦里超 带来了光明 他们见到这一幕 顿时一喜 眼前的波纹轻轻动荡 令外藏有玄机 很明显 这里是一处小世界 别有洞天 神祖宛儿耳边 呼啸的风声 也消失了 迎面而来的鬼怪 似乎较为惧怕 因此退缩回去 我们进去看看吧 叶辰并没有被 良好的走势 冲昏头脑 当他穿过那 黑暗的雾气 来到这处小世界时 才发现 这里其实是一处 极为质朴的地方 放眼望去 差不多有数万人数 他们生活在此处 过着远离 尘世喧嚣般的 桃园生活 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男更女之 自给自足 叶辰以俯视者的角度 望着他们 这些人真的 与修罗魂道有关吗 看上去不过就是 普通的人类而已 不过当叶辰将视角拉近 见到那些人的面貌时 心中却悚然一惊 因为那些人 根本就不是人 而是行尸走肉 他们都已经死了 但仍重复着生前的动作 离田除地 播种 织布 甚至吃饭 黄昏落日 斜阳应照 透过木窗 投射在面前的 不过是一碗碗黄土罢了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叶辰见到这一幕 心中五味杂沉 他的目光继续远眺 终于在一座高山处 发现了缠绕的黑气 若有若无 以一座山谷为主 叶辰所要寻找的修罗魂道 应该就在此地 他收回心神 而这时候 前进的路 已经被打通了 所有的黑暗与迷雾 都被两道星光 联合穿破 而叶辰等人 也捕捉到了 其中隐藏的天机动静 深夺宛儿睁开双眼 目中一彩涌动 果然是如今 我猜的没错 他喃喃自语 像是发现了什么 随后便让叶辰几人跟上 他们在空中急速穿梭 跨过了大片的田野与山脉 最终来到了那片山前 修罗魂道就在其中 我算是知道了 此处为何被迷雾所覆盖 但抛开这层黑暗 里面却又是生机勃勃 深途婉儿看着那座 黑漆漆的山头 开口说道 原来根据他的解释 这片鬼魂所聚集的地点 果然不简单 修罗魂道藏在其中 隔绝了外界的所有生机 看似是将整片地带 变成了死寂的荒芜之地 但实际上 却是将所有生机 都聚集在了内部 他也能解释 为什么里面的人明明都死了 却还像常人一般 保持着生前的生活作息 丝毫未曾察觉自己已是死事 这与修罗魂道的光明黑暗 双重属性有关 更多的则是因为 轮回圣魂天的大道力量 太过强大 分裂出来的半生法宝 不可捉摸 孙叶荣和叶洛尔 对于此等异象 也是感到十分亚然 二人此前并没有接触过 这种存在 并且也没那么了解 轮回圣魂天 到底是何物 虽然听到了 神读婉儿的讲解 但心里还是有些疑惑 叶晨笑了笑 解释道 这一块碎片 属于轮回圣魂天 当年因为各种原因 轮回圣魂天 分裂成了六块碎片 而每一块碎片 都拥有自己独特的能力 这一块修罗魂道 便是黑暗与光明相结合 从外面看是不死 从里面看 则是永生 那么多哟 也就替我 这一块碎片 你自己的事 有证明呢